好 我們來看到是三重發生祖孫三代的命案 涉嫌殺人的二女婿被警方火速逮捕 她在被押回三重警分局的時候 很怪還是緊緊抱著愛犬 只有連她的母親打電話給警方 也不忘關切這隻小狗糯米的狀況 但是她在警方詢問之後 已經由事案關係人轉為涉嫌人 依規定夜間停止詢問之下 隨身帶著的愛犬糯米是不能跟她同處居留室 而且這狗是由王妻的姐姐已經領回了 那今天上午的警方預定將她移送檢方附訊 抱著家人生前最疼愛的薄梅犬糯米離開警局 她是三重滅門慘案中死者一家的大女兒 一夜間喪失至親薄梅犬成了大女兒最親近 而且僅存的家人 二女兒最後身影出現在監視器鏡頭前 她一如往常下樓拿外送餐點 而命案曝光前大樓保全就已經察覺不太對勁 不僅保全好幾天沒看到死者 就連大姐也聯繫不上家人 沒想到再次見到媽媽妹妹以及小外申時 早已是冰冷遺體 母親節這天死者遺體相艷 大女兒難掩悲痛情緒 而她也回想過去這幾天種種反常跡象 命案發生的大樓就在新北三重高級地段 附近租金高達四萬行情 媽媽二女兒以及現任丈夫還有男童四人住在一起 全家人的職業相當神秘 對外都功稱無業 鄰居透露男童曾說是被叔叔捏的 懷疑男童生前曾被二女兒現任丈夫虐待 但社會局卻沒有接獲通報 種種跡象一步步走向兇殺 大女兒聽聞噩耗後悲痛萬分 尤其在母親節前夕痛失三名親人要大女兒怎麼接受 記者綜合報導